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前几天在追踪天启礼业的时候 新能源大爆炸说得很清楚了 实在无法理解今年初锂炎价格的急速跳水 太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行为了 基于对锂电池技术持续进步 带来的全新增长趋势的乐观 看好锂电池和上游的锂矿企业 但如果不看好这个逻辑 就没有必要关注锂矿和锂电池行业 作为这几年快速崛起的锂矿新贵 中矿资源的长期核心逻辑跟天启礼业一样 一方面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 全球范围依然处于发展早期阶段 还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另外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发展 市场空间还会进一步扩大 也就是远没到担忧产能过剩的时候 不过中矿资源又有所不同 无论是体量还是锂矿自给率 相比天启礼业它都是更小的 天启礼业的权益 锂矿资源储量近1500万吨LCE 也是国内唯一一个锂自给率超过100%的公司 中矿资源的权益也就200万吨出头LCE 除了受益于行业发展之外 还有自身成长带来的双重BUFF 2022年 公司实现营收80.41亿元 同比增长232.51% 归母镜利润32.95亿元 同比增长485.85% 扣非净利润32.21亿元 同比增长492.24% 如此快速的业绩增长自然得益于去年里延价格的狂标 不过相较于此前的业绩预告 也就处于中值偏下 算是略低于市场预期 具体到Q4实现营收25.52亿元 同比增长149.37% 环比增长22.8% 归母镜利润12.44亿元 同比增长378.12% 环比增长70.6% 扣非净利润12.22亿元 同比增长392.64% 环比增长68.8% 赚到钱后 公司也是很厚道地做了分红 你向全体股东 美食股 派发现金红利10.00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美食股转增四股 看天奇和干风 中矿这些公司 其实挺感慨的 有实实在在 里矿里延产能的公司 去年真是太爽了 基本都是一年顶上过去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存在 能赶上这一波的 很多财务状况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那些PPT里矿公司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 或者说 基本上不再可能追得上 这些享受过红利的公司 从营收结构的变化 就可以看出来有多夸张 2022年 中矿的里延营收63.4亿元 同比暴增572.8% 营收占比达到78.8% 要知道2021年的时候 里矿里延业务的 营收占比还不到40%呢 不过 成也萧何败萧何 对于里矿里延公司而言 里延的价格走势 会极大的影响公司业绩 随着今年里延价格的快速下跌 中矿的营收和利润增速 也有所放缓 2023QE公司实现 营收20.72亿元 同比增长12.1% 缓比下降18.8% 归母经利润10.96亿元 同比增长41.41% 缓比下滑11.9% 扣飞经利润11.04亿元 同比增长42.58% 缓比下滑9.7% 好在得益于如业务利率的坚挺 以及里延自给率的逐步提升 在QE里延价格大暴跌的情况下 中矿的毛利率也没有下滑 反而提升了 2022年 公司的里延产销 分别达2.29 2.42万吨 分别同比增长192.89% 362.89% 追踪里延公司其实也不复杂 由于里延价格跟全球供需有关 并非公司自身可以决定 所以核心就是看公司的里矿资源 储备和里延生产能力 中矿的里矿储备 主要来自于100%持有的 Bikita和Tanko两座矿山 尤其是Bikita里矿 资源储量丰富 开采历史悠久 是公司未来的主力矿山 矿区宝 里矿产资源量为 6541.93万吨矿石量 折合183.78万吨碳酸锂当量LC 关键是 B矿矿区内仍发育有多条未经验证的 LCT型 锂色毯型 尾晶岩体 后续还有进一步扩大 里瑟坦矿产资源储量的潜力 目前 B矿原有70万吨每年悬厂 已经实现满产 公司还在投入自有资金和木头资金 新建200万吨每年 锂灰石金矿选矿工程 和200万吨每年 透理长石金矿 技术级和化学级 透理长石油性生产线 选矿改扩建工程 计划于2023年 陆续建成投产 打产后 公司将拥有锂灰石金矿产能30万吨每年 化学级透理长石金矿产能30万吨每年 或技术级透理长石金矿产能15万吨每年 届时 公司将可以实现100%的锂矿自给率 剔矿虽然资源储备少一些 目前 碳明的矿石资源储量 理论上折合碳酸锂当量约28万吨 同时也是全世界已知规模最大的锂矿 此外 QE公司通过了露天开采剔矿的方案 公司也在积极推进 剔矿在路采方案的条件下 保有锂矿产资源量将会大幅度增加 除了现有的矿区 公司也在积极地寻找更多的锂矿资源 去年此公司Tanko就与加拿大上市公司GreatMetalScore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探讨加拿大Dunner湖里矿合作开发的可行性 与盛新里能在津巴布围设立了合资公司 共同在津巴布围勘探寻找优质里矿资源项目 别忘了 公司就是做资源勘探起家的 在找矿方面有天然优势 伴随着矿藏储备持续增长的 是公司也链端产能的同步扩张 目前公司拥有年产2.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氧氧化里产能 和年产6000吨电池级氛化里产能 正在新建年产3.5万吨高纯锂盐项目 预计将于今年Q4建成投产 届时公司将拥有合计6.6万吨每年电池级锂盐的产能 熟悉中矿的小伙伴就知道 这个公司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也是公司的核心看点之一 管理层不说大话 脚踏实地 基本上做出的承诺都会努力做到 在追踪中矿的时候 这也是最必须关注的点之一 去年公司对于里金矿产销量 做出了指引Tanko 2.08万吨 Bikita 4.5万吨 核基 6.58万吨 最终虽然T矿完成了2.01万吨的里金矿 距离目标差了一点 B矿完成了5.36万吨的里金矿 超额完成任务 最终总共完成了7.37万吨 依然是超额完成的目标 依然是那个脚踏实地 说到就要做到的优秀管理团队 这就足够让人放心了 所以对于中矿资源 其实也没啥可多说的 看好锂电池行业的未来 它就值得关注 至少锂矿在这个位置 个人坚定认为超跌了 暴力反弹随时一触即发 同样的 中矿也属于被错杀的范畴 暴力反弹随时而至 吟了 字幕志愿者 订阅